我今天第二天再來到這裡 當天推出了一個新款 另外一個很好的就是 原來它是有頸皮款 我已經試了上腳 我現在的全是包了剛剛一脫鞋 很大的肌肉 所以如果你用Base式的話 你離遠看在整個位置 都是整隻腳的感覺 所以其實是會拉長很多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鎮在這裡 我買杯咖啡之後就出去了新款 再找Base再去補多一次補 因為昨天看的時間 真的比較闖絕 所以我們今天會追加多一天 看看有沒有什麼貨案 Base我最近很忙 所以還是外出比較多 今天就可以讓Base在早上一起去看貨 這間咖啡的設計超可愛 它全部都是紙造 應該是可以循環再做 好 現在就走去搭地鐵 跟昨天的行程一樣 然後今天就再早了少少出門口 因為Alice都多東西要看的 其實今次 上次的反應實在太好了 所以真的想再做多好一點 再追加一次 上次其實它本身想加很多風格進去 但我們就跟它說 選四五套好了 試一試 但全部的反應都 真的比醫療之外太好了 所以今次就要去追加少少的產品 現在又來到新唐一邊的地鐵站 即是昨天我進貨的地鐵站 那今天我就去找Lice 找完Lice 我們今天的行程應該有點調轉 我們應該先去鞋店 因為昨天的衣服 其實你也看到買了很多 反而是鞋款 都是還差好幾款的 所以今次就上Lice 親身來看 其實我已經是最近很累 8點鐘 晚上已經開始睡了 剛剛看地鐵站也睡著了 我現在剛剛起床清醒的狀態 今天好一點 沒有昨天那麼冷 大家看到我穿了兩件冷衣 昨天真的不夠暖 現在出了地鐵站口 好了 接著我們現在就馬上出發去找我們同事和Lice 它這一雙好像很漂亮 然後她跟我說 它是今天新出的 這個是有皮和怕皮分的 然後還有很多Messie都會問 買杯的時候會不會有些怕太高呢 然後這個就剛剛好算是平底又顯瘦 那今天就是第二天再來到這裡 然後她當天就出了一個新款 就是這樣的 那她另外一個很好的就是 原來她是有驚氣款 我已經試了上腳那裡了 好像怕她很太不適合 因為會炒 但她就是想有這個 或者炒炒就 但她出現這個不是特意的 但今年明明 師傅呢 現在真的在小腿那裡是全包實了 就是不會說是有個腳蝸凸出來 然後我看到她大腿的位置 都是顯瘦的 哇 現在很像耕田一樣 夠命 我現在完全是包了剛剛一脫鞋 很大的那個肌肉 這個位置 我感覺到有點紮住的感覺 但你見到整個形狀 沒有包得很紮 我覺得其實都很看衣服的 但我都覺得好像是 這對鏡皮漂亮 試試看這個線條 這個是不是順很多 現在的線條是 有點向上眉眉 向上眉 向上眉了 你看看 你後面的鏡 這個好像女前師傅 是因為它這裡摺的 但它整個好像抽向上 整個線條 就不會像這裡這樣有一塊 因為那個皮的紋理會深色一點 就是受光會比較明顯一點 如果你讓我選擇的話 我盡得過 我可能會再選擇高澤一點 但這個真的舒適度很好 我跟Alice看看的時候 覺得這一款也是蠻漂亮 因為她自己比較喜歡一些闊的 因為她腳掌闊 然後第二就是不算十分誇張 因為我們這次的合作 也是想選擇 就是主要香港的客人為主 也有些比較隨意襯 但是又不失霸氣 2020年 穿了出來不會 哇 你差一塊鞋子出來穿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買戴半個尺寸 我穿240的 我覺得可能245 會好一點的效果 然後這個鞋型 真的不像是去年 或者前年那些款 蠻喜歡 今天來到我第二天的日課 好 今天就是超級忙的Alice加入 其實剛剛已經看了很多東西 你看我們 賣得超多 現在再過去看衣服 因為其實昨天也有幾個心髓的衣服 雖然我們有推薦 但就要再帶Alice去看看她自己剛剛的心髓 或者就算她選了一件衣服 我們也要預備 如何配搭 所以現在就趕過去看衣服 現在就是出發去拍攝之前 就來了cafe那裡 點了7杯飲品 這一間是我經常來的cafe 然後她的咖啡也好喝 然後甜品也好吃 所以我也會買幾個 一起拿去studio那裡 給攝影師 還有一會兒Alice他們也會來的 所以今天也挺多人 我想有7至8個人坐 那我現在拿完咖啡就上的士 之後再見大家 好 我現在已經上了的士 老闆超好 他見到我這麼狼狽 拿了這麼多東西 因為我還有其他東西 然後他就送我上的士 現在就保護著咖啡 超怕它打射 因為打射了 應該會很大清潔費 然後我現在就出發去studio了 在studio的時候再見大家 嘩 超久沒來的這個studio 這個studio是當年第一次 開始真正請用攝影師的時候 第一輯照片 現在差不多是三年多前 那時候是Suki和Queenie在上面拍的 這位同事叫Kiki Hello 其實一件一件 搭起來都很漂亮的 你就可以用來投放在instagram那裡 但如果你獨立獨立拍 你待會就可以透過photoshop 這樣挖出來 然後再做一些banner 切合你當時想推銷的產品 可能今季 我覺得主打是這條裙子 那我就會用一個outline 勾它出來 然後貼在model的不同poster上來應用 所以現在同事就在外面拍 然後有攝影師 待機中 然後其他同事就幫model看 那一來到呢 Queenie已經在拍這套 這一套真的 我們今季應該都會很主打 大家應該是很喜歡這種style 近看給大家看 近看給大家看 他轉移過去的時候 會露到肩膀 然後前面的摺摺 又有一點封胸的效果 所以很適合大家 首一12月party 穿的感覺 然後還有黑色 黑色就會比較 比較帥氣一點 一會兒也會拍 然後就拍了一點點 這個稍微的顏色 然後攝影師就在拍 然後另外一個同事就在拍 來做IGTV 然後又或者我們其他 Youtube用的影片 這套真的 應該會是我們今季的主打 因為其實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些廣告 放在不同的SNS 又或者是email 又或者是marketing上面 那就會討論哪一套是主打 其實也很好看 大家喜不喜歡的style 還有照片拍出來是怎樣的 但這一套實物是很漂亮 我希望拍出來的照片都會這麼漂亮 好漂亮啊 Creenie 看Creenie的零死角 低炒也可以 高炒也可以 近鏡也可以 好了 現在就看完剛剛那一套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Janice在做什麼 好認真的Janice 在拍Story的影片 那今天我主要任務 除了買咖啡 和來這裡亂講解一些東西之外 其實我今天也有一些照片要拍的 因為他們叫我過來 除了幫忙日常的東西 拍到Youtube影片之外 就是如果天氣好的話 另外一個同事也會幫忙我 去拍一些日常的日常的照片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的model的身形是 就是為了照片的效果 漂亮 他們的身形和外貌 是有少少遙不可及的 但是可能有些客人就會想看 貼地一點點 真實一點的身形 所以就會由我來拍的 今天我會選幾套我自己真的喜歡的 然後就穿上身 好像上次一樣 那Janice就會幫我拍一些細節的照片 就會稍微一點的 不是很會擺一些model 很厲害的姿勢 所以就是一些日常的照片 我現在就去換衣服了 現在換了一套新的出來 很大挑戰 你看它這個很短版 但它很漂亮 但它又很好 它不薄 然後它一點都不透 然後後面也不會說 摘得很厲害 但是它的腰部就會有少少露出來 還有一條褲很漂亮 這件衣服真的很大挑戰 所以我應該會在外面加一加一件外套 一起拍 會安全一點 但這件衣服雖然是有少少挑戰 但是身形顯得很好看 我真的做了時裝這麼久 我真的很怕穿這件衣服 沒有啦 沒有本錢 所以就要借了Queenie的shading 先打一打 還是很沒信心 還是要先加價 好了 現在戴完陰影之後 就出去找Janice幫我拍這套的照片 我現在就這樣穿了 我很喜歡她這條Skinny Jeans 剛剛走過看到這一套超漂亮的 這件衣服不得了 大家到時一定要留意一下 這件衣服什麼時候上架 應該都會預備 帶兩小小的現貨給大家 11月 接著還有這一雙鞋 大家接下來就會知道 很多女生在選Boot的時候 都會比較偏黑色 覺得可能黑色會顯瘦 但其實只要試個效果來看 你離遠看 因為你的皮膚顏色 我們都是亞洲人 比較偏黃一點 所以如果你用白色的話 你離遠看 整個位置都是整隻腳的感覺 所以其實是會拉長很多 用白色的話 我們現在有Queenie有頭 看到我的腳 你看看多漂亮 然後又有一點伸延的效果 剛剛我說的那個很漂亮 大家都很喜歡的衣服 它會有白色、藍色和黑色 這個大家真的要認真期待 你看這裡很短的 它真的到桃尺位左右 當然你穿高腰就可以了 然後我喜歡QQ的就是 這件超舒服的 我想說 兩張都是毛毛的物料 但完全是不同的風格 這個超QQ 一會兒可能和Alyse會穿一穿 我現在又換了第二套新衣服 這個是短版 大家都是超喜歡短版 超流行短版 所以這個也是新的產品 就是一個Tweet短版的衣服 其實它可以配合整套Tweet裙 但我現在就比較 日常一點 不會太濃 還有一點日常的感覺 所以就配上白色 一會兒也會一起出去拍一些日常的照片 因為我現在是想配一雙長布 但這雙長布是Queenie現在穿的 所以就等它拍完一些產品之後 我就會穿它這雙鞋 很漂亮啊 這雙鞋 我就覺得好像很搭 但我現在整套Tweet這樣就 所以想試一下它這雙鞋 配出來是什麼感覺 那我現在找個漂亮一點的位置 哪裏拍得漂亮啊 我這一套 因為這個位置 有很多人在同一個空間裡做不同的事情 但大家其實已經合作過很多次了 但是大家其實已經合作過很多次了 其實大家已經合作過很多次了 然後其他同事都會知道自己做的什麼 然後每一次視影師都會看到這個 最重要是你這個人 又不說嗨又不可以這樣 但自己在做自己的事 默默自己拍照 完全像你自己拍照 然後隔了一個屏幕 自收手這邊 很有步驟 其實剛剛幫阿Li製了一些聖誕製產品 聖誕製 這個都很漂亮 免費的 超極速的馬上換衣服 然後趕著走 交場給別人 我們平時的工作坊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同時在預備 撤退 然後我也戴上口罩走了 我們現在應該會回去辦公室 她今天是結婚周年紀念日 但還是努力做事 而且重要是每一天都看著我 好那我們現在拍完相片回來 阿Li製其實今天也是其中一個 要體驗的項目 就是她要親自處理一些國際的訂單 因為大部分的香港訂單 就是我們自己處理 但是國際的訂單 就是在韓國這裡出貨的 我們很多國家都在寄出去 英國 美國 澳洲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紐西蘭 台灣 日本 全部都是在這裡出去的 所以現在阿Li製就來 體驗這個工廠的感覺 不斷重複不斷重複 所以我們來試試做QC 雖然我們其實韓國一出貨 在東大門已經有QC的人幫我們做 但是來到辦公室 衛免真的有錯漏 就會再檢查一次 直接在韓國期待大家在外國的手上 什麼感覺 其實我是很喜歡做一些重複性的東西 我畢業完之後 那個business其實也有很多 親立身為自己要Pack東西 Check東西的過程 其實那些位置我覺得挺療癒的 所以你很喜歡剪片 剪片也是重複性的東西 夠不夠過在這裡包一下 是蠻好玩的我覺得 我看到這些包裝袋 我個人是會high 就是整理 可能出去做到關小事 其實我看到這些東西很high 好啦 你們加油 剛剛Alice已經體驗了這個包貨 之後我們現在就來吃東西 其他同事就因為有太多東西要做 他們就在辦公室工作 我跟Krin和Alice 就出來吃一點點東西 之後Alice就真的 回去正式慶祝她的結婚紀念日 吃東西啦 拜拜 拜拜 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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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